小學生的Ran Kasselani是今天義大利的先發投手 他有三年的大聯盟經驗 去年被洛吉揮棄後加盟運動家 僅在大聯盟出賽三場2.2局50分 但在小聯盟5月後控球大爆炸 29.1局就送出了40次的寶寵 且被安打率也挺高的 導致他的WHIP值達到2.73這種聽聞數字 他是一個以升卡球為主的投手 均速大約落在93.3英里左右 另外去年他拋棄他的變速球 主要搭配他的滑球及四封線速球 雖說他主要投升卡球 但他並不是一個滾地球型投手 他的升卡球變換幅度較小 生涯的飛球率還比滾地球率高 在被運動家7月釋出後 他去了Drop9 Baseball 綜合運動中心訓練 並在一支一個月前上傳的短影片中 投了幾球在Frank Graph上找不到的卡特球 球出大約落在88-89英里左右 轉速在2400-2500轉左右 多學這顆球可能是想跟他評價不錯的滑球做個搭配 另外去年他揮棄的變速球也有投出來 也是需要多多注意的 嚴格來說 Rain Castellani在大聯盟是56號先發的4A等級投手 曾在洛基備受期待 但礙於控球及高倍安打率被揮棄 但他還是混得比巴拿馬對華先發 馬以亞好傷不少 馬以亞跟老德爾加羅都打成那樣了 中華能否突破他呢 我將會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但還是會為中華隊加油啦 即使輸也要輸的有內容啦